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瘦創的他 趕快上網買 可以淡化貼舊的 乳暈美白霜 剛開始因為產品去角質的效果 你還感覺自己奶頭 確實粉嫩起來 於是勤勞的日也擦 晚也擦 沒想到一個月後 風雲跟著乳暈都變色 不只乳暈反黑 乳頭還變成黑澡造型 開始脫皮 紅種 癢癢的 那他其實 貼許值大概四在三到四 所以其實對我們的皮膚來講 他還是過酸 當然就會因為刺激而產生 紅嫩的血涯 但長期使用下來還是會有 感染跟發炎的問題 乳暈顏色可能因為胸罩摩擦 懷孕噩膜改變或先天膚色有關 建議可以用淡淡雷射治療 避免自己擦美白霜 過敏發炎 一旦鼻部反黑可能要花半年以上 才能白回來喔 不過對於這位被男朋友 透過挑剔的客人上市 送你一首 夢醒十分 建議換男友比換來頭來的時機喔 好 回來 你認真點 不要這樣恥笑人 很可憐的 年輕女二十多歲的OL就黑澡 我們首先要搞清楚 男人為何會 她是否真的特別喜歡黑澡 不是真的喜歡黑澡 你有沒有這個癖好 又好像黑澡一點是開心一點 小粒一點 我們先說顏色 不要說太大 就是喜歡皮膚白的意思 但是如果是黑人 或者深膚色的人自然是深色一點 那時候你不會 如果你看到一個黑人 真的黑人 不是奧巴馬那些 真的黑人 原來是黑澡的 你會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 她自然是黑的 但有時候很多白澡的澡 都是深啡的 所以就是 有很多時候 尤其是我們集中講華人 即使是白澡的 一般來說她應該不會太深色 是白澡的問題 因為皮膚白正 但是也有可能會深色 OK 此其一 那男人為何會喜歡黑澡呢 其實就是很簡單 因為人隨著她的年紀大了之後 她的色素 不要說是黏澡 包括你的眼袋 即是很多時候 譬如屁股下面的大腿紋 都會出現一些變黑的情形 於是乎這個黑澡 其實她的程度 就代表了一個年輕和健康 年輕 自然是很生育 老蕭的那個叫做什麼 什麼學 什麼什麼心跳 想法心理學 是的 我這個真正正的想法心理學 OK 那你見到一些東西拼 她健康 可以和她博物 可以溫泉下一代 那你就會比較喜愛 OK 又好正如 女人 無論是什麼種族 當你懷孕的時候 你的乳頭會變黑 在那個階段 變黑 也象徵了一件事 就是那個女人 當時是懷孕了 嬰兒 如果懷孕了嬰兒 看小電影 當然看到有和大兔婆搞 是的 但是當一個男人 如果在基因裡面 我們要與傳宗接代 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的話 我懷孕了大兔婆 她不會有嬰兒 我懷孕了 已經給我一個訊號 你不要浪費自己的資料 那我就不喜歡 那就解釋了 男人喜歡這個拼拼 其實是合理的 是公道的 那女為穴機者 容於涉乎 很多女性 看到自己好像 真的不太漂亮 她們就會去查 這個女生就比較慘 其實當前 我就研究過了 各位朋友 大家對於這個 賣Radio的 其實我看都沒有怎麼看 對呀 要查背風波 免你 Anyway 我一定是查賣Radio 查黃毓民的 很簡單 即是食肆完 其中一個節目 請了一個不同的人 請了一個意見 不同的人上去 鬼實在這麼吵 屌民不好聽 這麼簡單 有什麼好吵 我都會請平常的 上來 有什麼問題 老實說 就算是用來宣傳理念 有時候 百家真名 好了 其實第一 可以做Laser 是嗎 很痛 不會很痛 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他有一個復原期 因為他會結招 那結招 無論這個Lin頭結招 那十天左右 十天左右 他會掉下來 那也有點尷尬 OK 但是問題是 三個月至半年 他會慢慢深色回來 再Laser 第二個方法 我覺得這個最好 就是紋Lin 即是紋身 在Lin頭上紋一些 抵上去 嘩 有些假的 但是你要想 你要想 問題是 如果你是深色的 你找淺色 很難蓋深色的 而且Lin頭紋很難痛 那就是後話 你要靈的話 對 第三 就是這個美白產品 就是剛才去的那種 但那個真的要找醫生配方 因為 它的滋養 用來塗抹那些 如果皮膚敏感 很容易出現 就是OL 那就更糟糕 我們網友說 深刻色與頭 見到不起頭 那梁體 也討厭她 好 我們看一看 我們去台灣 還有台灣 有個媽女下海 我們去找客人 去找客人 就被人斷了,最有趣的就是發現那兩個媽妹在同一輛車裡面有女媽妹,有另一個女孩 三個都是同一天生日的,那些只有這麼巧,沒有說是哪一天釣草雞 然後他們也招供了,他們很多時候做雙婢,雙婢,雙婢 即是互相支援,但我反而想探討一下,我們《啤梨晚報》不是說閒淫灰道 你覺不覺得男人對於姊妹和媽妹有特別喜好呢 姊妹一定有,媽妹就更加 姊妹一定有,為什麼呢?你問問其長 姊妹一起,有些都喜歡搞完姐姐姐妹妹就變態一點 但如果姊妹一起,你說是風花歲月場所 我都會覺得不知為何是興奮一點,因為變態一點 心理變態,我自己覺得 第二件事就是,記不記得前前太太在我們台 前陣子也挺久之前的 就說有個泰國媽妹來香港,我們各個主持都很想去 你去了,我知道 即是我的朋友去了 你的朋友去了 這個媽妹,說真的,真的吸引一點 我也解釋不到,但你說媽妹一起上 有誰可以抗拒呢? OK,但如果媽妹一起上 跟兩個女生一起上,你覺得有分別嗎? 即是可能物以罕為貴 其實不是,我要道證你們 當然不是普通物以罕為貴 本身男人根本就是有一隻歐老婆 或者歐女朋友的姊妹的基因 這麼變態,即是想會這樣想 基本上就是這樣 是 即是結婚想搞半娘 不是搞半娘,是搞她妹妹和姐姐 但現實上,真是很嚴重的 嚴重的就是,如果爆鍋的時候 你可能因此而沒有了家 於是你就把這個條件反射 這個心理反射 這個渴望 就放在風月場所裏面 如果找到兩個姊妹 就零勢值錢 是的 如果找到媽妹就更加 媽妹,如果你對大媽 有興趣到小媽都會不太差 有時候有些姊妹都差很遠 我記得我老友,你也認識的,生哥哥 是 有一次他在大陸,當時還上大陸 有個雞頭跟他說 喂,生哥哥 有個兩老表 說是兩姊妹 生哥哥當然要去看看 來找到 說兩姊妹,怎樣找到兩姊妹 生哥哥不是我 就說你怎樣找到兩姊妹 一個姓沈的,一個姓葉的 類似,我真的不記得她姓什麼 他說 不是,是老表 我跟生哥哥說 我跟生哥哥說 尤其他媽媽 尤其他姓妹就說兩姊妹 你知道大陸的東西 現在變成了老表 你說去尤其他媽媽 什麼都可以 你也不想同性 你也不想同性 跟村也不如說 跟著那兩姊妹 竟然真的把他們小時候的照片 黑白,普通世界有條白邊的 拿來看自己的事和 跟生哥哥說 另外那個女兒又說 自己的事和 我說尤其他媽媽 你把兩張照片 例如一個父母 有幾個小朋友 你說這個就是你 那個就是你 那我怎麼可以相信 又說這個就是姨媽 沒想到的 但是呢 生哥哥後來 事實彈 你倆願意 答應生哥哥 有些特別要求 你是也好 不是也好 為什麼生哥哥是這麼特別著重的那個姨妹呢 其實是這樣的 首先呢 是那個深層次以前的中國人社會 根本是沒有人敢開放的 不是經常會見到那些女人的 運得最容易運熟的 就是老婆的姨妹 而你們跟老婆的姨妹 你跟她去運得很熟的時候 外面的外人都是覺得感情好 也沒有那麼容易穿崩 而重要的就是 因為你老婆跟她的姨妹 是一定有某一程度的相似的 你本身是你的類型 你老婆只不過是玩厭 而最重要的 最含家產的就是 因為你診你老婆的姨妹 現在現代人就怕爆鑊 但是在古代人 反而不能怕爆鑊 因為以前農村人 就家醜不出外傳 但是不料 就把妹妹或姐姐 如果是白鑊 不然就好 你就休得了 你看看中國的偉人 陳獨秀 娶完姐姐 娶完妹妹 孫中山娶完姐姐 這些很正常 你不搞姐妹 你就做不到偉人 我記得 生哥哥那一年 十九歲 就追求我一條女 在心田為主 第一次去她家 一見到她妹妹 這麼冷靜 但是那時候她妹妹 十五歲 但是你知道 十九歲你出來工作 你看到她十五歲 就覺得很小 覺得天地所不容 因為生哥哥那一條女 十七歲 屌你老婆 有一天她睡到朦朦朦朦朦 在她一條女張床上 突然間見到 有個女生進來 拿化妝品 其實那個生哥哥 是知道 那個是她女朋友的妹妹 她知道的 但是因為她睡到半朦朦 她就借睡到半朦朦來行兇 在後面 一男人渣 抱著她妹妹 她妹十五歲 穿著校服 就拿到她姐姐的化妝品 是整個軟民 她就說 是我啊 軟民 生哥哥說 抱歉 就扮了 我以為她走進來 我以為她是姐姐 但是自此之後 生哥哥發覺 這個軟民和她之間 好像發生了一種微妙的 習慣了 就是小女兒突然間 一致被大男人 不是大男人 十九歲 是一個少年人 抱著她 聞到她男人的氣息 最後生哥哥 有沒有搞到她女朋友的妹妹 生哥哥堅決不肯跟我說 有空我會問清楚 放心 OK 本來我想說一下 那種五暖男 被為女友牌通宵 搶海洋公園飛的四十元飛 段片 即是說香港的感情 但是還是說兩句 如果 做兵 她是不是做兵 還是真的 因為女生真的會感動 會 但是中五有這樣的心思 中五是有這樣的時間 有這樣的時間 還有中五的女生會比較容易 好的 我們說回今天的正題 其實本來我不想說這件事 林康正傳給我幾天 其實大家一直在網上封傳 有一個所謂的地產女神 不要開全名 姓馬 就被她所謂的男朋友 寄了出來 也不是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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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她男朋友寄上去 而不知是誰 在網上流傳了她和她男朋友 或前男友的交歡 很多段 很多段 博耶、吹燒 吹燒 吹燒 這個女生要這樣說 首先去做地產 是漂亮的 有點像Debbie 其實在很多角度 本來我打算下載她的照片 打算在播放 但後來想想 雖然每個人都看到了 但是也不要那麼壞 有些真的沒看過的 就看不到 我們就沒有理由播放 自己都看完 但我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們知道 基本上跟Debbie是一樣的 但是有些分別 身材 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到Debbie的身材 從那個影片 和相片的展示 她似乎就被Debbie優勝的身材 如果這樣說 應該是性感Debbie版 她在2003年 即她今天是十三年前 十四年 讀方溫 一般來說是十二三歲 現在就是二十五六歲 現在 二十五六歲 是代表一個什麼呢 是代表一個女生 去到巔峰 成熟 最冷靜的時候 OK 那為什麼叫她 地產女神呢 地產也有很多女生 都漂亮的 是 是 因為有過這些片 就叫她女神 不知道為什麼 Anyway 那段片是瘋狂傳的 她當中 我覺得這個故事 我講過一百萬次 拍拖拍得多好都好 大家都不吸收這些經驗 OK 就是 沒有 為什麼要拍這些片 拍來做什麼 沒有 為什麼要拍呢 這些是對女生 有沒有保障 又有點無辱 就算對男生 也沒有保障 那也是 我們懷疑是男朋友 就 呃 就 呃 就把這些片 懷疑 就放出來 因為網上的人寫 有一天 男朋友回家 就看到她女朋友 當時 跟兩位男同事 大家都做地產 是 就在玩VP 那這些都是我認為 都未經證實 我呢 經過我福爾摩碼 是 福爾摩碑 是 研究過呢 可能性不大 為什麼呢 你發給我高登那裡 就說她 什麼養她七年那些 其實就跟之前 有一個單封法案一樣 即是說過了 就是養女生七年大學畢業 結果女生有大徒兒子 也是做地產 於是她的購物戲 播出片 不是那一段 因為根據她的情書 她這個事主 就是和地產女神 應該是同行 所以 但anyway 就是流出了這些片 為什麼我們不播圖呢 我們始終 都是要保護這個受害人 無論如何 怎樣也好 絕對是受害人 但是 大家要找到她的片 就不難的 我們不要問我 我不會分享的 我要這樣說 這個女生 拍的那些片 跟她男朋友 的角度是非常清晰 即是她知道 是知道的 她的技巧也似乎是 因為可能看得少 小孩子多 技巧也不錯 但是更加值得說 也有很多人忽略 反而就是 這個我會說她的名字 因為她是男生 我們懷疑她是洩露者 或者起碼她 那女生說肯拍的 你也要反對她 作為男朋友 就是 可能 真是神經 這個肥仔叫鄧紹康 反而我想說一下她的兩封接觸 她是鄧紹泉 不是 鄧紹康和鄧紹泉 還有三個老婆 但鄧紹泉那三個老婆 都挺特別 她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真的 由她的老爸為 真是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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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的被遙傳的第四個都不是特別 四個都特別 但沒有很漂亮 她真是大哥 她真是大哥 這個鄧紹康 我稍後再招呼她 反而想看她的那股情信 大家去感受一下 我其實很感嘆給你 兩個相愛的人 特別是她跟年輕人說 如果一天真的變得心事第一方 是不是要這樣去傷害對方 何必呢 你說原來真的不是鄧紹康放那些片出來的 一開始不拍就是對女生的最恐怖 對 一定是被人去看過 還是怎樣 才會放那條片出去 老實說 現在是有片 以前我們經歷得多 分手 很陸孫 接著那個舊的男生 就去找親愛的男生 都要說 你幹什麼 你以為你很有型 扣我女兒 你都是穿我鞋子 你和我含的時候 你還什麼什麼 無謂沒有必要 因為一個人他沒有經歷過舊 怎會做到現在的她 是不是 無論錯了 但是我看她那兩篇情書的時候 我也是感動的 我才向大家聲顯這個 我給馬幾 嘟 的情書 第一封 我們為什麼要保護 第一她就是女神 第二她是我老中 做得我女兒 她也是吃馬的 如果一個人有70歲的命 即是有25567日 原來我和你已經一起 經歷了17.7% 為什麼呢 他們經歷了45250日 4525日 4525日 今天是2016年的2月14日情人節 還在說去年的事情 除了向你表達我對你的愛意的同事 我還希望可以和你一起 回顧我們的過去 我和你相遇的第一天 是2003年9月26日 CSKMS1E的班房 紅十字會的第一次聚會 記住是紅十字會的第一次聚會 當然 我們不知道 可能她真的大了很多 因為科外活動 或者她做一些導師 但我覺得不是 沒有證實 雖然透過輪流介紹 認知對方的名稱 鄧紹康 和馬幾 彼此都留下很淡的印象 交談不多 但在我的心裡 應該一早對你有好感 對一個方溫的女生有好感 你說如果是大約七年 即是十九二十歲 其實是難以想像一點的 所以我認為他們是同學 當然不是不會 OK 從你一個眼神 你令到我 由一個硬石頭軟化起來 我以為他令到你 由一個軟石頭硬了 眼石頭軟化 硬石頭軟化起來 你說他們是多深的愛 直到今天十二年多的日子 你給我的色彩 多之多彩的生活 感激你 感激遇見你 愛是一種感覺 是緣分 將我們第三次再次拉在一起 記得我們上兩次雖然分開了 但彼此都感受到大家仍然愛大家 愛是來自信任 2009年3月7日 剛跟你第二次分開之後 是一次朋友的生日Party 你喝醉了 但你仍然相信我 你跟我去了酒店 最後什麼都沒有發生 我們要先停一停 由2003年開始拍拖 那時是FORM1 2009年6年去到中六中七 對 難道這六年他們是沒有中間沒有做過的事嗎 應該是不知道 但當時就是分開之後 對 不是男女朋友 最終什麼都沒有發生 愛並非佔有 我又記得在2011年3月14日 我跟你去到你家樓下公園 表達愛意 但是因為不懂得去愛 所以最終又沒有在一起 我知道 原來我對你的愛一開始 就已經是跟男女朋友無關了 我對馬紀嘟的愛 是不受地方 不受關係 不受時間限制的 只要有馬紀嘟 就有我鄧紹康的愛 而你對我的愛 就是用信任對方 又為什麼信任對方 講回2009年3月7日那個酒店 你對我的愛 是世上沒有人能夠合得上的 結婚誓詞 經常會說 從今以後 無論環境信譯 疾病健康 我都會愛護你 跟你拍拖一起四年多 我經歷過無數上述的高低起跌 你都沒有離棄我 我多謝你 好了 我們要分析了 吵你了 首先 在2016年 他說拍拖四年多 又說一起十三年多 我們看他跳來跳去的文字 所以就估計到 基本上他跟這個女兒 是有斷有族 是 2011年才拍拖四年多 但當時已經認識了八年 是 之間是分過手 三次 最少是 好了 2016年 就是拍拖四年多 你一個拍拖四年多的男人 你猜 你猜 都會 因為你再追回他 不是 那時候已經是追回他四年多 這樣去評論 在一個情況下 我覺得他會這樣做 分手的時候 不是 是感覺有危機 嗯 你想想是不是 如果拍拖四年 男人真的不會 是啊 可能會說 但你哪會寫 你說初初的時候 會 初初一定不會 後來 就強行幾年去應酬一下 是啊 因為感情淡了 好了 接著我 就趁著 雖然over也要over一點 沒有辦法 否則要等明天 不如明天再說 大家可不可以 這個馬忌堆的程書二 不怕 說完 好了 又是同一天 又是 又是2016年的2月14日 即是在去年的2月14日 他出了兩封情書 好了 他說 馬仔 這個稱呼 是你在做美心的時候 人家經常這樣叫你的 也是我這次跟你拍拖的時候 最常聽到的 當時的馬仔 是個好好心底的女仔 他永遠都想了別人 然後才想自己 所以有句話 真是有苦自己知道的 馬仔是很堅困的 經常想別人 那段期間 其實就是我事業的起步時候 由住宅部 一到去到物業顧問 升到商業部戶的經理 在2013年 還拿著DSA 我不知道什麼叫DSA TVB劇 《創世紀》裡面 許文彪一句說話 說一起進步 就是最少衝突的方法 馬仔 為了我們之間的愛情 可以減少衝突 拉得更近 2013年 9月30日 他放棄了他一直熱愛的工作 美心公關 其實美心公關是一份不好 值得人熱愛的工作 我也是孤魯華文 甚至當時他正在參選的 那樣的結出服務大長 被高夫為組別最佳結出服務員 他都放棄了 為了陪我一起走得更前 那為什麼陪我走得更前呢 就是不做美心 加入這個做地產 當時我真的很感動 一個女人可以不顧自己 單憑我跟她說一句說話 你一定可以的 她信我 完全信任我 去改變自己正在走的路 幾嘟 已經成為今天的Belt Ma了 很多人都會說 勉強沒有幸福 這句說話 好像套在許柱景身上 但是愛情的力量 令到她有無窮的意志 也都令到她證明得到 堅持就是勝利 今天的Belt Ma 再不是以前的馬仔 憑著她的堅持和努力 Belt Ma在地產行業 一個精英混雜的部門 鋪毀部 面對市場最高端的客戶 還代表集團參加全港第四十八屆結束推銷員大獎 她也是陳凱琳Friends級的骨葛會員 那我怎樣 陳凱琳是不是很瘦的講者 陳凱琳是誰的女兒 原來陳凱琳的Friends級的骨葛會員 也是一個成就 她也有一班支持她的粉絲朋友 她說TVB劇中林死遠 我真的不知道她說什麼 她家裡有四隻貓 還有一隻狗 這麼無微不至的愛 令到這個家庭充滿著愛 這一切就是因為這個Belt Ma 我知道你很怕別人認為 馬忌 做到這樣是靠這個鄧肇 但我想你知道 今天這一切 這一切你擁有的 都是你自己打不死的努力走出來的 我要跟你說 作為你的男朋友 我以你為榮 你是我遇過最棒的人 馬忌和鄧肇康在一同鄉前走 甚至馬忌讓我走得更前 盼望大家下次再見到這個Dude and Hong的組合的時候 是我們可以和身邊的愛我們 和我們所愛的朋友 去分享我們的喜訊 我知道你一直都毫無保留去信任我 甚至信我多過他自己 而我也知道 在世上只有一個人可以做得到的 這個就是馬忌,這個才是真正的日愛 我愛你,馬忌,馬忌 在2月16日 你想想一個這麼愛的女生 寫兩篇信 她去感受到一些情況的時候 然後突然間發覺 情愛翻波 她便做錯了事 你說愛情是多兒戲 一時衝動 愛恨就是一善之差 最後 我想用一首歌 去表達我的愛意 就向我身邊 你大笑卻無言 在落幕情況 尚陣我明天 還會有辛酸 有了你 我願丹起梅田 狂風中也熱烈 寂靜 背我高低低低低 行運靠那神二天 並說聲多今生靠情月 光會天 前怀思因你安眠 冲击于心里面 全情恶恶 热情热爱加天 唯独是可无的年 手挽手经并肩 有缘碰见却留在我身边 心思真似配天 爱配天 当来这段缘 这段缘 不知就去过 感激我遇见